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会面开始之前 习近平跟他们合照 习近平对他们说 希望中美双方各界人士能够多多的交往 增加累积共识 习近平表示 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过去靠人民书写 未来更要靠人民创造 希望两国各界人士多往来 多交流 不断积累共识 不是有问到吗 中美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是怎么回事 就是通过交流嘛 交流 合作 最后交融 那不就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了吗 思想上也是一样 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 因为他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一家人他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求大同 存小义 是吧 建立更多的共识 国家之间 家庭之间 家庭内 亲人之间 得不也是这样的 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 过去是靠人民书写 未来呢 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 两国各界人士要多来往 多交流 多合作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大概有十几二十位的 美国工商界战略学术界的人士 至少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个部分 那么有媒体报道说 今天出席的包括了美国企业的代表 黑石集团 联邦快递公司 还有高通等企业的行政总裁 这些企业代表呢 有些人是在出席24到25号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后来接到邀请 说2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跟他们见面 所以他们有些人在最后一刻 就延长了在北京的行程 中国外交部表示 出席这届论坛的许多国际组织负责人 和工商界代表都表达了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高度认可 愿意继续投资中国 这一次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跨国企业 可以说比较全面的接触了 包括了中国好多位的中国的领导阶层 还有部委的负责人等等 更多的了解目前中国的现况 那么比如说在前段时间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跟很多的跨国企业就代表见面了 另外工信部还有人民银行 也都跟这些的代表分别见面 其中工信部部长金壮龙 副部长王江平张云明 最近在北京分别会见来出席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 多位跨国企业代表 金壮龙会见的是西门子 惠普高通等等的 还有SK海利市的负责人 而王江平会见的是 博通辉瑞 张云明会见的是 筹卫半导体的负责人 金壮龙表示 中国正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欢迎外资企业 积极参与中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 实现互利共赢 另外中国人民银行长潘弓胜 26号在北京会见来参加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 国际会总裁戈奥尔吉耶娃 潘弓胜说 中国大陆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人民银行将持续维持 稳健的货币政策 灵活适度而且精准有效 接着27号 潘弓胜就到海南参加博鳌论坛 潘弓胜说 中国正在制定金融稳定法 并且表示 人民银行愿意跟亚洲各个经济体 继续深化货币合作 为维护金融稳定做出贡献 他在做主旨演讲的时候 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 要增加亚洲国家 在国际会当中的份额占比 实现新兴国家话语权的增强 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实现 这场分论坛聚焦亚洲金融合作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表示 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 国际金融机构 份额占比决定了各成员国 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获取融资的规模 因此调整份额占比对于IMF 是基于规则的真正践行多边主义的机构 潘弓声称 金融监管是金融安全网的第一道防线 中国根据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变化 实施优化调整金融监管体制 促进宏观审慎管理 微观审慎监管 行为监管等各司其职 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他并透露 中国正在制定金融稳定法 拙力构建传责对等 激励约束相拥的风险处置责任机制 和科学合理的风险处置成本的分摊机制 亚洲金融安全网的建设 需要过番团结协作和积极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 愿与隔番充分交流 共同构建更有效的金融安全网 近年来随着亚洲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深 双边货币互换的合作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潘工程表示 要进一步发挥双边货币合作的积极作用 缓解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 他也表示 中国愿意同亚洲各经济体一道 来继续的加强货币的合作 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冯凰卫视 周嘉信留家号 陈希海南博鳌报道 博鳌亚洲论坛是亚洲国家 向国际社会发声的一个重要平台 亚洲新兴市场的声音需要更多的获得重视 那么在目前全球的金融体系和遭遇到的一些问题之下 人民币在国际化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 博鳌亚洲论坛26号发布的报告 谈到了到今年1月份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SIP 参与者已经扩展到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 服务超过4400家法人银行机构 2023年累计处理人民币支付业务超过了123万亿元 同比增长27% 还有在博鳌亚洲论坛的报告也预计 今年亚洲经济增速会达到4.5%左右 亚洲GDP的规模占全球比重 预计有49% 仍然是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地区 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世界银行 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的时候说 中国有不少发展基于核条件 有信心 今年可以达成GDP5%左右的增长目标 我想说你觉得如果要实现这些增速的话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主要是房地长跌还是增强这个民主信心的问题 我们还有很多发展的基于跟发展的条件 我们继续创新产业升级空间很大 发展薪质生产率的可能性很高 还有很高的储蓄 这个把资源用好的一定可以 中国人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 所以中国要经济发展快乐 会给亚洲国家提供市场的基于 还有共同发展的基于 中国的发展基于确实很多 中国工信部就谈到了要超前设置5G的算力跟基建 同时要加快北斗产业发展跟规模应用 另外在波澳论坛上面有报告也谈到了 中国对亚洲绿电装机发展贡献率大于有七成 这是波澳论坛的报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亚洲 谈到了亚洲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居全球第一位 说亚洲电源装机持续增长 可再生能源投放力度加大 太阳能还有风能是亚洲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点领域 中国对亚洲能源装机发展的贡献率超过五成 对亚洲绿色能源装机发展的贡献率大概是七成 国际矿业公司英美资源集团的CEO万德昆就说 中国在全球碳中和进程当中发挥关键作用 他们期待跟中国和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应对脱碳挑战 支持向绿色未来的转型 这次很多的企业近百名的跨国企业 不管是参加在北京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又或者是博论坛又或者是投资中国的活动等等 都看到了北京释放出更多的友好的信号 那么有这个跨国企业代表就希望说 中国希望能够更多的实际行动来落实 他们在中国听到的这些措施和承诺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前两个月的经济表现继续向好 投行中金公司就上调了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 这个幅度调涨还挺大的 中金将今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 由4.5%左右上调到5%到5.5% 前两个月的主要经济数据显著好于市场预期 当中有润年因素的影响也可能部分反映了经济基本面的边际改善 那么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三公布前两个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0.2% 由上年全年的下降2.3%转为正增长 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31.2% 当中装备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28.9% 拉动规模以上的工业利润增长6.7个百分点 还有数字也显示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收超过19万亿元 按年增长4.5% 比去年全年营收增速加快3.4个百分点 其内41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 29个行业利润录得按年增长 超过7场行业利润实现增长 当中造纸还有纸制品业的利润总额增幅超过了3.3倍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魏宁解读 说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恢复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工业企业营收增长明显改善 当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利润明显回升 新制生产力培育壮大 消费品制造业在国内外的需求改善 还有春节假期待动之下 利润持续恢复 中国制造业走出去最能代表的 那就是中国电动汽车 一项数据显示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 今年在欧洲的市场占比份额会上升到25% 这是来自于欧洲的政策组织 运输和环境的分析 说在2023年的时候 中国在欧盟的电池电动汽车销售当中 有19.5%是在中国制造的 像是明爵 比亚迪等等 这些在欧洲的销量不断相升 使得在2024年中国本土制造的电动汽车 今年会上升到25.3% 他们就这么说 很担心 说在欧洲本土的汽车 市场占比会被中国的汽车给抢走了 那么现在他们对中国的电动汽车是不是有收到补贴 还在进步的调查 那么对于美国的电动汽车明确有补贴政策 欧洲方面却没有说些什么 中国现在就美国电动汽车的补贴政策 已经向WTO提出申诉 中国商务部说 美方以应对气候变化 还有低碳环保为名 出台通胀削减法 以使用美国等特定地区产品作为补贴前提 针对新能源汽车等制定歧视性的补贴政策 将中国等世贸组织成员的产品排除在外 扭曲了公平竞争 严重扰乱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和供应链 也违反世贸规则 中方坚决反对 并且敦促美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 尊重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 及时纠正歧视性的产业政策 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说 诉诸争端解决机制的目的 是为了维护中国电动车行业的合法利益 维护全球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下期回来要关注 就是美国方面的相关消息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支持率上来一点 已经逼近了特朗普 甚至有部分的州份好像超过了特朗普 我们回来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拉格尔 他也是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和的主席 上个星期五宣布他会提早辞任 众议员的职务在4月19号就会卸任 所以接下来会有另外一个人来解体他 那么有认识有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分析 就说这是不是美国在对抗中国的议程当中会受到影响 尤其加拉格尔是提出针对TikTok封禁法案的提案人 专门针对中国在2023年1月成立的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现在就要换人了 主席是会由共和党议员张Muller来接替加拉格尔 加拉格尔4月19号卸任 加拉格尔说Muller很理解他关于中国大陆在军事经济跟意识形态上 对于所谓美国带来的威胁 那么他说这个接任人能够继续在推动工作 让美国站稳脚跟在跟中国的竞争当中能够获胜 华尔街日报说国会反华骑手将离任 美国对抗中国议程可能受影响 加拉格尔在几天之前还提案就是封禁TikTok 而众议院还投票通过了加拉格尔牵头的这项法案 那么有媒体报道说加拉格尔会加入数据分析公司 他的团队对此拒绝评论 但也有分析说 而且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说 这一家他可能会去的公司可能会受贿于 他对TikTok提出的封禁法案 另外美国媒体报道 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调查TikTok 是不是有违反私隐和资料安全 涉行违规的问题 可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决定要不要起诉 而在博奥出席亚洲论坛的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 26号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他对于短视频平台TikTok 被美国认为威胁国家安全 实在感到不理解 I use TikTok I like it A lot of people do And maybe someone knows something about TikTok But I don't understand why This wonderful little app can be a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Will the band on TikTok trigger a new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 don't know, it's a good question What will happen? Will there be retaliation? No Over the long term, wisdom will prevail And as the saying goes, we should strive for harmony And not for sameness Not to be the same in everything We should be harmonious in our relationship And the world will be less safe for everyone Less prosperous If the US and China don't come together as allies, as friends And we need to put the politics aside 从古铁雷斯刚刚的谈话当中 可以看到他对中美长远关系 还是感到乐观的 只是说目前双方关系最大的挑战 在于各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 他认为双方应该互相尊重差异 并不是追求所有的事情都是一致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据说会扩大 针对中国公司的进口黑衣名单 会加大对一些企业供应链的压力 主要是这样的做法 可能会对美国企业的供应链 带来更大的压力 美国两个多星期之前 民调显示前总统特朗普 在很多领域的民调都领先 现任总统拜登 但是最新的调查显示 在七个关键的摇摆州当中 拜登在当中的六个州民调出现了起色 至少在两个州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应该是拉近跟特朗普的距离了 彭博社26号报道 根据彭博社与美国试调公司 陈坚资讯所做的民调 特朗普在七个关键摇摆州的领先优势 保持五个月后 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报道称拜登已一步一步拉近 与特朗普的差距 其中尽管在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都是特朗普领先 但在密歇根州 两人的支持率已经打平手 在内华达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拜登支持率都有上升 收窄与特朗普的差距 而威斯康辛州的转变意义重大 二月的时候 拜登还落后于特朗普四个百分点 现在却反超特朗普一个百分点 在宾夕法尼亚州 特朗普上个月领先六个百分点 而现在两位参选人打成平手 民调还发现消费者感觉美国经济开始变好 认为国民经济走上正轨的摇摆州选民数量逐渐增加 不过整体来看 特朗普在七个摇摆州 仍以47%比43%的优势领先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 民意如流水 民意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特朗普始终有他的粉丝 以至于他虽然最近深陷财困 到底能不能够付出诉讼费用都还很有困难 但是他的公司叫做True Social 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上市之后 让他的身家暴涨 居然让他也打入了全球富豪的前五百大行列 特朗普借着社交媒体用SPAC的方式 完成合并上市 星期二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他的上市大升了40%以上 使得他身家暴涨超过40亿美元 达到65亿美元 第一次打入了全球五百大富豪的排行榜之内 还有另外一个好消息 是纽约上诉法院 星期天将他的欺诈案的上诉保证金 大幅度削减八成 削减六成 并且容许他在十天之内缴交 在继续上诉期间 资产会受到保护 所以他在最新的上市的这笔的钱 有没有可能来支付这个诉讼费用呢 照理来说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有六个月的禁售期 但是董事会可能会批准 特朗普提前出售股票 主要是有报道说 这个董事会的成员 可能都是跟他关系密切的人 特朗普能不能够重回白宫可能性很大 而美国前涉台要员包道格就说 特朗普即使在当选 涉台的举措不至于发生巨大的变化 那么针对美国军方人士 再次去炒作军事威胁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27号回应 说这不过是在为干涉台湾问题找借口 所以交流对两岸来说是最重要的 对于马英九即将启程到大陆 展开第二次的访问 有没有可能跟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 陈兵华没有正面回应 表示会妥善做好马英九来访的各种准备 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 即去年清明节期间首次到访大陆之后 将在4月初率领台湾青年第二次访问大陆 计划非别访问广东陕西北京等地 这将是马英九首次到访北京 外界关注 马英九到访北京是否会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即2015年新加坡会晤之后再次会面 马英九先生会不会跟习近平总书记会面 我们会妥善做好马英九先生来访的活动安排 关于适应谁邀请 我的回应是我们欢迎马英九先生率团来访 愿意提供必要协助 也预祝马英九先生此行一切顺利 台湾后任领导人赖青德将于5月20号就职 由绿营人士赖青德的老友公开建议 赖青德就任之后可以进一步考虑向大陆释出善意 适度调整绿营逢中必反的基调 无论是谁不管他以前有过什么主张 只要现在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我们都欢迎 唯有民进党单局放弃台独分裂立场 停止勾连外部势力 谋独挑衅 改变逢中必反的对抗思维 为到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上来 台海地区才能保持和平稳定 香港立法会日前审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台湾交通部长王国才甚至称 台湾民众为了安全起见不要去香港 民进党单局喜欢恐吓老百姓 哪里不能去 哪里能去 好像民众的出行目的地都由他们来指定 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台湾同胞晚来香港大陆 完全不必有任何顾虑 陈兵华说 民进党无非是怕香港保持了繁殊稳定 让他们对于一国两制的污蔑站不住脚 凤凰卫视 霍维伟 王磊 北京报道 23条通过之后的香港更加的稳定 所以现在香港会全力拼经济 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之下 特局行政长官李家超在 预则湘江高峰论坛晚宴致辞的时候说 香港目前有超过2700间家族办公室 香港是家办落户发展最佳的选择 有超过2700间家族办公室 有提供的利益 有提供的利益 284离岸价曾经低见7.25以下 日元继续偏弱 低见151.97 美元在104.4的偏强水平 日元并临152的水平 创下33年来的最低 日元会转世了吗 谁也不知道 内地股市今天下挫 港股也是轻微的下跌 感谢收看今天的金石财经 我们再会